我問過我先生 你如何把台積電變成世界機的 他說我一開始佈局的時候 我的眼光就是世界 所以他的孤魯完全都是世界機的 那我覺得你太謙虛了 像我的話到叔叔里去的時候 我是個沒有明細的人 我在跟趙無錦他會比 我從來不覺得我的話比較難看 沒有 你要去自己有信心啊 我有信心可是我知道 我還要有時間我還可以到達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 可是還沒有到達 我來你公司做的 這幅畫本身是為了疫情開始慢慢畫的 那慢慢畫的時候呢 有很多不同的感情 所以我有用刮的有用紗的 到後來我又是用貼的 貼了以後我又用油化的方式把它刪除掉 那到後來呢是貼的留了一部分 那隱隱約約的那一部分也是用刮的出來的 所以我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在這個裡面 那到最後我是用我的油化的方式 很有力氣的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那紅的跟黃的 你們會看出來是最後的 那那一些隱隱約的是我是用貼紙的方式 是感動也是佩服 因為衣服畫它能有這麼多的變化 那我覺得它是以設計一般的品牌 還要高級的一個品牌 那我會買很多衣服 我會這一輩子只有一次嘛 所以我都會把它保留起來 一剛開始最困難就是說 你想要做提滑 可是它能不能把它這一幅畫的一幅畫 怎麼去表達這個在布料上 再來就是說因為一個畫是這樣 可是你要做在衣服的上面 尤其是提滑它已經做了 你要怎麼樣放在下擺是剛剛好的 放在衣服會是變成怎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一定要算到它那個比例是準的 才能夠把一件衣服的那個圖案做得很漂亮 對 那是就是要去想說 你的衣服要做怎樣 那它的比例大小 那上面會變成怎樣 它會不會太長太短 那在繡花的時候 它要用什麼樣的繡花的技巧 比較能夠去表達 它這個畫的那個顏織顏味 我是覺得它比較有長餘 我是比較喜歡是有一些比較有個性的 然後隔壁那個紙層就會比較柔 客人都有不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我想要的主題 洋裝的話當然是在去比較 正式的場合是比較適合的 那因為下肢的衣服有 比如說有針織啦 有短的 那你短的配牛仔褲也是會很漂亮 配短褲也是可以休閒 那就要看你是要去什麼樣的場合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